一直到今天 我还会做噩梦就是 我可能突然要上台了 可是我还没有化妆 我的衣服还没换好 那就是时间压力的噩梦 其实我非常想念主播台 我在主播台也有20多年的时间 加上我的媒体资历已经超过30年 那我不是不愿意回主播台 但是现在的媒体环境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要去接受一个invitation 一个邀请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评估 在现在的时空下面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主播 因为我们每天就希望 有真正好的新闻 有分量的新闻 而不是水水的新闻 然后每天都在时间的压力下 所以一直到今天 我还会做噩梦就是 我可能突然要上台了 可是我还没有化妆 我的衣服还没换好 那就是时间压力的噩梦 那是一种职业伤害 Jerome每个人应该有不同的时刻伤害 所以这次对我来讲 就真的觉得很棒 他就是我的真实的媒体生涯的反应 对 而且呢 这次拍摄 导演就给了我两位替身 为什么要给我两位替身呢 因为这里面追赶跑跳碰 非常难度高的动作 所以他们想说可能有很多动作需要替身帮我做吧 结果各位发现刚才绝大部分百分之 Jerome你没看出来这中间有不是我的吗 我没看到我觉得你跑得很快 对 这里面其实导演连了我 两位替身他们都是很棒 特技演员之类的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镜头 可是只有一个镜头 我不想要各位就去猜猜看 我也不想要 我猜我猜 吃油条面的镜头 哎呦 对那是早替身吃的 哈哈哈哈 因为全部很难的镜头 我们都看出机会就是非常一气呵成完成的嘛 我相信我有让这个导演很惊艳 就是因为他发现这个神体也能很不服输 所以我所有的跑 尤其是跑下楼梯在那里剪 因为我穿的是一个老爹的高跟鞋 那你要跑得很快要下楼梯 我很容易滚下楼梯 所以那是我最担心的一个动作 我很高兴今天这个延长板也把它剪出来 还有就是我从那个巷子里面狂奔 还有一个叫做冲破那个纸盒 那个都不是替身冲破的 其实我非常想念主播台 我在主播台也有20多年的时间 加上我的媒体资历已经超过30年 那我不是不愿意回主播台 但是现在的媒体环境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要去接受一个invitation 一个邀请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评估在现在的时空下面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主播 那当然有一点私信就是说 我现在也很开心做一个自由媒体人 我可以有更自由的时间 我可以学习 我可以在新媒体里面跟粉丝互动 过去我们看收视率 可是你不知道那群人是谁 那现在在新媒体里面 你知道这些人是谁 所以你就会有更精准的 跟他们互动的方式 那OK 所以希望大家来邀请我吧 也许我们就会有很棒的火花也说不定 我的邀约倒不是回电视台去当主播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跟我同一辈的主播可能会有相同的情况 就是因为媒体生态很不一样 那现在因为媒体的平台太多了 那所以是不是一个资深的主播的value会被看见 我觉得这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在我当主播的那段时间里面 我们是一步一脚印 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脑力啊各方面体力都还很棒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给新闻传播做一些服务 所以我期待可能会有新的这种合作关系的到来 我那次发生那个小插状有没有 就是我去拍UberEast的第一天 你们就看那个日期就知道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我真的非常谢谢那个小黄司机 如果不是他那么大度 而且非常从容 就是把小事画五 可能大事画小小事画五 我那整天的工作我就会受到影响了 所以那个小黄司机非常谢谢你 我不晓得你是知道我因为这个 所以我顺利的去拍了我的这次动作片的广告 对对对很谢谢你 谢谢大家 都很好 其实我们都没事 只是因为他就是轻轻的碰上的 然后前面那个乘客有回头看 我知道 然后我就突然紧急查理才刹车 所以我知道我也碰到他了 可是那个小黄司机下来查看的时候 是完全都没事 而且他的那个保险杆的干干净净 也不是有很多旧伤 有旧伤可能就很难联清嘛 所以就是非常幸运 就是真的是一分钟以内化解的那个危机 然后让我顺利的抵达拍摄现场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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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 就算是下车了 你就找到了 就是